相信经常看国产电影的小伙伴都看过陈凯歌导演的电影作品 而不论是饱受争议的无极还是备受好评的霸王别姬 其实都算是陈凯歌导演的代表作令众多影迷觉得记忆犹新 主要还是因为整体事件与著名导演陈凯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毕竟这些UP主被举报的决定因素就是由于他们都吐槽过陈凯歌导演 于是在不知不觉中B站UP主被举报的结果论逐渐演变成陈凯歌气量小的过程论 而且通过众多UP主所晒出的被举报截图可知 甚至有一部分UP主的视频内容其实并没有吐槽陈凯歌 但是因为标题有所提及所以遭到封禁 真可谓是弹歌色变 而且陈凯歌导演曾经在真人秀节目中有说过接受一切评论这种话 于是上述事件发酵之后陈凯歌导演迅速沦为众矢之地 毕竟当举报行为配上那句经典语录 不免让人产生一种双标的感觉 正因如此 当这件事情被不断传播并且事态升级之后 陈凯歌导演不仅成为众人讨伐的对象 并且还遭到舆论一边倒的言论攻击令人唏嘘不已 于是为了防止风平党向进一步恶化 在察觉到危险后陈凯歌导演的团队决定行动起来 选择发布了相关声明 结语综上所述 尽管整齐事件都好像在说 陈凯歌导演气量比较小 并且还存在双标行为的意思 但是反过来思考一下 就会发现导致这一切问题的主要原因 还是由于维权手段的关系 所以由此可见 凡事都存在两面性 我们要学会用辩证的眼光去看事情 我终于在这一段时间